儿童话历史悠久的来看 由台湾、俄罗斯跟日本共同策划的长毛像特展 11月中旬即将在台湾登场 其来2010年在西伯利亚被发现的完整长毛像 也首度来台湾亮相 为了这个冰封39,000年的珍贵发现 全程不只是低温运送 就连海关人员也小心翼翼的护送建议 搬运人员打开木箱 一层一层的揭开 这冰封39,000年 来自西伯利亚的长毛像 这面目终于抢先出现在荧光幕前 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维持它 一直在涌动土里面的零下15度C 这样的状态到台湾 所以它其实从西伯利亚全程 然后到日本到台湾 它在运送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必须要维持住这样子的温度 甚至在展出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原来的涌动土的 这样零下15度C的原状呈现 一路低温护送 就怕这珍贵的实体长毛像有所损坏 就连海关人员也是眼睛仔仔细细的盯着 这位名叫Yuka的长毛像 是在2010年被发现 还是全球首例保有脑组织的 年仅10岁雌性长毛像 这一脚好像还有浅浅的一抹微笑 现在随着地球的暖化 其实涌动土一直在溶解 然后所以慢慢就溶解出 这样子很完整的一个长毛像 那我们的Yuka是2010年的时候 其实才出土的 然后所以它其实它的完整性 是以目前来讲 算是展出过的最完整的一只长毛像 通常展出的还有来自西伯利亚 超过200件的珍贵展品 光是撤展费用就将近上亿元 像是俄罗斯从未展出过 史上最完整的皮毛犀牛 还有原始人搭建的橡谷屋等等 要让中正纪念堂 重现冰原时代的正面貌 中天新闻 后市面胡启仁 基隆报道